为了让声障学生有更多元的学习机会 台东起民学校积极推动希望课程 针对有音乐专场的学生进行培训 一年多来不断陆续培养出20多位 像小小鼓手吕跃俊的音乐人才 更协助多位声障同学考取街头一人征兆 而有感于学校资源有限 国际统计会决定号召募款 连续第三年捐赠校方奖助学金 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帮助更多声障学生一元梦想 聊亮的歌声视障声乐团 带来精彩的歌唱演出 炒热全场气氛 为了提供多元的学习机会 清明学校推动希望课程 针对有音乐专场的学生进行培训 不但提供专属乐器 还另外聘请音乐老师扫班教学 借此培养他们的专业音乐才能 我是家里唯一的视障者 然后爸爸妈妈也不知道怎么去教导我 虽然说他们知道我很喜欢音乐 也很常带我去附近的一些音乐班 想要报名让我去试试看 可是那些老师都不愿意收 来到启明学校有这希望课程 我才学到我喜欢的歌唱 一起演这个音乐很开心 它是国语乐器它叫声 声是一种管乐乐器 然后它是有36个管子 然后它的特色就是声音很亮 比一般的国语乐器还要亮 邵方表示希望课程从前年开始推动 不但陆续培养出20多位像小小鼓手 吕乐俊的音乐人才 更协助多位声障同学考取街头艺人证照 成果相当丰硕 而有感于学校资源有限 国际统计会决定号召募款 连续第三年捐赠校方奖助学金 今年也持续溢注36万元 让课程能够延续下去 后来才发现这个学校 它有很需要的资源的一个协助 所以特别在罗校长任内 他对培养市场学生第二专场不予疑虑 所以我们希望尽一点社团的力量来协助他 慢慢从乐器慢慢就是有点声疏 到现在能够独当一面 能够考上街头艺人 那他们这样子以后 他们能够自主自己 能够不用依靠他家庭 透过统计会的一个支持以后 孩子可以利用课宜的时间 课后的时间 来强化这个才艺的一个学习 这个我想是希望课程捐助的一个最大意义 统计会也表示希望透过善款的益助 鼓励更多人一起贡献爱心 不仅提供这群拥有音乐长才的 声障学生一个发展的舞台 也能帮助他们一元音乐梦想 正常伯瀚台中采访报导